亦有聽過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宮外印 其實宮外印是怎樣形成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模特兒來看 正常的懷孕 嬰兒是會在子宮裏面受到著痛 但是如果是宮外印的話 就是子宮以外的地方 九成會在兩邊的書籠館其中一邊 有些細的位置可以發生的 可能是在輪胎那裡 或者是湯圓的位置 但是九十幾個巴仙都是在兩邊書籠館 那是沒有原因為什麼他們會走到那裡著床 有一些情況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若果是那位女士的盤通知發覺炎 有黏黏 或者書籠館曾經做過手術 或者曾經試過宮外印 那是會增加了再有宮外印的機會 那如果是宮外印 為什麼會在書籠館那裡發生呢 其實那個卵子 由卵頭出來之後 排出來之後 它會經過書籠館 帶到進去子宮框裡面 假設那個書籠館有結構性的問題 令到那顆卵子走得不順暢 卡住了在書籠館裡面 然後精子游到書籠館 將那個卵子受了精 而在這裏著床就會形成了宮外印 那是不是這個問題發生了之後 那女性再懷孕機會就會低了 是不是因為之後都要做一些手術 其實宮外印的處理方法 就不只是做手術 那什麼情況之下 必須要用手術去處理呢 就是如果宮外印長得 他胎兒有心跳 都比較大的 或者他真的有爆裂的情況 有出血的 已經開始有流血的 就一定要用手術的方法去處理 去止血 那現在一般做的手術 是將整邊的書籠館割除 做了手術 沒有了一邊書籠館的女士 都不是等於不能夠再懷孕的 那她起碼還有另外一邊的書籠館去幫助她懷孕 那她通常會打一個折扣 她日後的生食能力可能是她原本有兩邊通訊的雙管的大概六成左右 我明白了 那醫生啊 雖然你說撤除了之後 都還有一邊的機會 即五十五十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都會擔心 那有沒有一些機會是她們不需要去撤除任何的東西 不用做手術 而可以去傳遇 其實公外人不是一定要用手術處理的 都可以用藥物去處理 或者她可以自己停止生長 她不周身體自我吸收的 所以我們都要去監察公外人會不會有惡化的情況 用到手術處理的 要是胎子比較大 或者真的又明顯流血 對女士有生命威脅 一定要用手術去止血 去拿走公外人 但是如果情況是穩定的 可以考慮著 注射藥物 雜胺摺鈴 去針對公外人 然後令到公外人去死亡 雜胺摺鈴這個藥 它是其中一個抗癌藥 它會針對一些分裂得很快的細胞 而胖胎細胞就是其中一種 所以注射了之後 它可以幫我們處理一個公外人 但是注射這個藥物之後 起碼三個月不夠懷孕 因為它有機會殘留的藥性 影響跌下來的懷孕 所以要再避孕多三個月 才可以再重新計劃一個新的懷孕 應該是多久之 應該懷孕期間 是何時會發現到呢 即是怎樣自己會知道 是發生了公外人 大部分的公外人 都會在早期發現 大概在五至八個星期懷孕 就會見到 其實可以完全沒有症狀 所以有些很嚴重的 可以突然來到內出血 女士休克的情況 緊急進手術室去處理 但如果沒有什麼症狀 可能是普通一個 驗到幼了 再看醫生 在小星波之下 看得到懷孕 一定不在子宮裏面 在症狀裏面 再加上抽血去確認 就可以判斷得到 但可以完全沒有症狀 或者去到有生命威脅的情況 都可以的 明白 所以早期懷孕 若是有計劃的 知道已經錯過經期一至兩天 去驗到有懷孕 都應該盡早去 預約醫生去看一看 哪個懷孕的位置 是否正確的地方 明白 謝謝